你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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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也没有说明 你都处理一下这样的行动 他要那么早起来 可能我会 偶尔会早起一点 然后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特别常去几点? 可能最近拍戏 就是六点就行 我不是那种 一直叫起来 你只要把我叫清醒 我就会特别快起来 首先是一个很荣誓的机会 因为当时张大就是 叫我去试了一下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在和前面演员合作 也可以跟张大合作 从一个没有演戏的 一个人就是 到一个张大一个萤幕 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也学习到很多的一些表演 还有一个经验 还有张大都有一些 就是一些片场 叫做一些知识 他张大不会特别严格 他也不会让你 一定要演出来的 就是他首先会让你放松 然后跟你说 应该有一些什么 我让你自己去看 嗯 我知道宋朝有一个小黄帝 啊 对 历史上有很优称的 其实有一点加斯陈坎 毕竟他是一个国家的王 所以就是强装这个电影 就跟我拍长城是一样的 也是第一次被特别害怕 被紧张 人家有点怯长 但是还是要去融这个角色 然后拍的时候 拍出来就是没有那么害怕 这个电影就是 这个电影就是 因为一来就是 特别多人 片场很多 特别特别多人 阵仗特别大 然后节奏很快 节奏很快 是有多快 如果说 马上拍就马上拍 这种 郭威托就是他能安排好一些时间点 他就是 他还在试那个皇帝的衣服 听他们说是 外国那边的服装是 就是一身绷 特别特别的精致 而且上面还有什么金线 觉得太精致了 而且他好多件的 就一件一件一件往外穿 穿上就感觉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比较想演那种 比较想演那种 那种 黑暗系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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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那个阳光想演 黑暗系那种 这个又反差了 啊 会有点大 因为最近也忙不了 准备好考 因为最近在赶戏 所以 会出工晚演 之前 开的时候 就是晚上六七点就出工 要让老师来补课 这样 就是老师到天上来 就是回酒店之后 回酒店之后 回酒店之后 熬夜了 没有精神 学校作业如果特别特别多 就晚上特别晚了 做午完的话 妈妈就问 要我先睡觉 然后别有点起来 起早一点 走起来 没有在规划 但是 还是 还 放在头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一个 其实 我觉得 就是 太厉害了 然后 本身是一个公伦 我觉得 就是 带给大家的能量 所以平常也要 要注意一下自己 这样的 嗯 我觉得 就是一种 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吧 我们也是 在往自己的梦想上发展 就可能 对他们 也就是他们 小时候 那种 对 梦想的那种向往 可能看到了 他们这样的影子 所以 也就是这样 对 对 他很多时候都是网绘游戏 他很多时候都是网绘游戏 就只有 只有年纪吧 现在是网绘游戏 好 我觉得大家很用心 也很辛苦 对 高一段时间 其实我还是在学校上课 比较准备 上学的时间 大家就熟了 就已经习惯了 对 就是当图人之间 那你自己会不会有偶像包袱 我感觉自己还好 嗯 我有太多的偶像包袱 嗯 最近 在看 五三 没有 就是最近 因为学习比较重要 所以 看这本书 很轻易 嗯 很简单 知道这本书特别好得开 麦豆的故事 哦 比较问 比较问